内涵故事低调说 今天介绍一部 未来人类被机器人污染 成了半人半机器人生物的电影 杂交 化成未来的地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类生活的都市不是站在土地上 而是站在巨大的机械模具上 人类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 人类由于太过于依赖机械 再生了一种机械病毒 被这种病毒感染的人会逐渐机械化 最终会变成完全的机械人 这样的病毒对人类来说成为了致命危机 很有可能一不小心人类这个物种 就消失在世界上 于是政府下令严防死守 遇到机械化或者被感染的人类 警察和军队可以毫不留情地 动手杀死这些由人变化而成的机械人 这天普通人宝儿姐和弟弟小宝 正在家中休息 宝儿姐带着耳机子听歌 而小宝则在客厅拿着真爱的超人模型 玩得很嗨 突然一个抱枕砸在了宝儿姐的脸上 宝儿姐一脸无奈地看着淘气的弟弟 最终选择眼不见为敬 戴上耳机 闭上眼听歌算了 却在宝儿姐沉溺在音乐的海洋中时 突然轰的一声 突时飞进 宝儿姐家的墙被炸了一个大窟窿 一个半机械化的人被军队的炸弹炸进了宝儿姐家 宝儿姐那也是看过新闻联播的人 一看机械人就知道不好 立马抱起弟弟准备逃走 与此同时 三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冲进了宝儿姐的家 对着机械人就是一顿火力输出 机械人也是一脸盲逼 自己昨天还是个人来着 怎么一早醒来就变成了机械人 然后还要被军队追杀 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就在机械人想为自己身边几句的时候 三个军人的子弹 也正好到了机械人的面前 很快就把机械人打得浑身冒火星 躺倒在地 不过机械人倒地的时候 飞溅出来一些类似血液的电火花碎片 一不小心就飞溅到了宝儿姐的背上 宝儿姐一声腾哼 也顾不上查看伤势 带着小宝就开始逃亡 三个军人在检查了机械人 已经彻底领了盒饭后 开始组织抓捕可能被感染的宝儿姐 这个时候宝儿姐已经带着小宝逃到楼下 正在思考该如何逃走时 突然被一个巡查机器人发现 巡查机器人敏锐地发现了宝儿姐身上的变异组织 正向全城的警察通告 发现了感染者 与此同时 宝儿姐肩上的伤势已经开始机械化 但是为了活命 宝儿姐还是咬牙带着小宝逃跑 他们穿越天桥 来到一个小巷中 然后他们又躲进了地下室 可是较为智能的宝儿姐怎么能躲过职业军人的追击 很快他们就被军人发现了 面对这种情况 宝儿姐只能选择逃跑 而这个时候宝儿姐的半个胳膊和整个肩膀都已经机械化了 他们逃到一个正在建设的高楼当中 姐弟俩通过电梯开始往楼顶逃走 而宝儿姐也终于有空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左手 此时他的左手和左肩以及左边的身子已经完全机械化了 宝儿姐看着自己正在发光的机械手 眼神里充满了绝望 为了掩护弟弟的安全 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通风管道 可是宝儿姐用一只手根本扭不动管道 为了让小宝活下来 宝儿姐尝试用自己的机械手 没想到机械手力气特别大 很快就把通风管道的防护网撕了下来 然后宝儿姐让小宝藏在管道里 自己的重新把防护网安装好 他扶着自己已经机械化的半边身子 一步一步的来到天台的边缘 准备吸引军队的注意 果然不久后 几个军人和枪实战的追了过来 宝儿姐面对这群凶神恶煞的军人 眼神里没有一丝害怕 有的只是对于弟弟和美好世界的留恋 最终他羊面跳下了几十米的高楼 这群人没放一弹就消灭了宝儿姐 十分开心 扭头撤退了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级 之前从通风管道逃出来的小宝 一个人蹲在街边哭泣 政府只是简单的消灭机械人 可他失去的却是自己的亲人 突然一个蓝色的机械人走了过来 他弯和的对小宝伸出了手 这个时候小宝才意识到 机械人并不像政府宣传的那么可怕 他们只是身体出现了变化 内心中其实还是人类 在蓝色机械人的引导下 小宝找到了宝儿姐的尸体 此时宝儿姐已经完全机械化 他之前的衣服全部被撑开 就落在自己的身上 小宝伤心的看着自己的姐姐 突然一道绿色的光从宝儿姐的身体上闪过 宝儿姐睁开了眼睛 而她的眼睛里也闪烁着绿色的光芒 自此群聚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爱是一道光 绿到你发慌 就算是机械 在绿色的真爱面前都会爆发奇迹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